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优惠吉时通 今天总共有四点的优惠想要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要来跟你们分享是 富邦数位生活卡明年的回馈公告 以及会来跟你们分享 星光银行的星光三月联名卡明年的公告 接着会来跟你们分享 原本1.2%高货数的数位账户大条件 最后呢要来跟你们分享 双狗卡明年2020年1月31号以后的回馈公告 首先先来跟你们分享 有关于富邦数位生活卡的部分 目前是一口气公告到明年的12月31号 这样信用卡呢 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都可以享有2%的现金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300元 所以最多可以交易到15000块 那如果说你今天消费超过的话 则是会以0.7%的现金回馈作为计算 他指定通路在网购的部分 包含了PC Home、Momo、Yahoo等等 行动支付啊 像是LiPay、接口支付 以及呢5大电信费 都是可以享有2%的现金回馈 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 2%现金回馈其实好像没有到很高 但是大家要注意哦 这张信用卡从2013年推出之后 回馈都没有任何调整过 所以算是一张长千数的信用卡 这张信用卡其实我也比较推荐拿来当作电信费的缴纳卡片 因为他电信费可以享有2%的现金回馈 其实很多的信用卡缴纳电信费都是排除回馈的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有一张卡片是长期扣缴电信费 然后想有回馈的话 或许这张信用卡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张信用卡也是一口气直接公告到年底 所以就算现在申办也不用担心 他在半年的时候会突然更改他的回馈 接着又来跟你们分享是星光银行的星光三月联名卡 目前就公告到明年的6月30号 你今天在紫钉通路上面消费都可以享有10%的现金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5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500块 他的紫钉通路包含的优优卡自动价值 FuPanda、UberEats以及Uber 这个回馈是需要登陆的 但是他是没有任何名额的限制 这张信用卡虽然说他每个月的回馈上限只有50元 但是如果说你本来就是消费能力比较没有那么高的话 这张信用卡是可以参考看看的 或者是你每次都抢JCB 优优卡的名额都抢不到的话 或许可以转账到这张星光的星光三月礼品卡 因为他是不需要抢的 算是需要登陆但是没有任何名额限制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原本1.2%高活出的数位账户 从明年1月1号开始直接降为0.9% 这个数位账户就是刚退出没多久的 高雄银行的熊喝鸦数位账户 目前是公告到明年的6月30号 你今天在10万块里面可以想要0.9%的活出利率 它活出利率是从1.2%直接下降到了0.9% 它是5千元期期 并且每日记期每月复期 每个月可以想要跨转以及跨提各5次的手续费解免优惠 下降成0.9%说实在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 但是如果说你本身就是10万块存好存满的话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的印象 所以如果说你有考虑想要把自进一转的话 其实之前有推荐过几个 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数位账户 包含了永丰大户50万1.1% 或者是LINEBANK口袋账户500002.2% 远银BANKIE500002.6% 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RECHOT新货的话 无条件30万2%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参考方式 以及上海商银符合条件50万1.2% 也都会是一个资金移转不错的好地方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双购卡 明年全新的优惠公告 首先先来跟你们分享有关于RECHOT Flygo卡的部分 目前是公告到明年3月31号的结账账单 它的公告日期从1月31号延长两个月到3月31号 你没有听错的就是往后延长两个月 这张信用卡如果说你今天符合低销条件的话 国内可以想要1% 国外可以想要3%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如果说你今天符合低销在指令通路上面消费的话 最高只可以想要5%的现金回馈 其中讲码4%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200元 所以最后可以消费到5000块 它的指令通路包含了中油直营、高铁、WIMO、台新配等等的通路 它的低销条件就已经在当月必须累积消费达到5000块以上 如果说你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所有的回馈通通会减少0.8% 会变成国内0.2、国外2.2%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以及指令通路最高4.2%的现金回馈 这张信用卡我自己认为可以把它当成是加油或者是高铁的专用卡片 如果说你今天很常搭高铁的话 我这边还会推荐另外一张信用卡 就是联邦的幸福M卡 搭高铁可以想要6%的现金回馈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新货的话最高还可以想要20%的现金回馈 如果说是加油的部分 我这边也会推荐可以使用富邦台哥大的Open Passport联名卡 如果说你经过在额外申办买Money数位账户的话 加油最高可以想要5.5%的现金回馈 而且它的加油是不分任何加油站的 接着要来跟你分享是Richard GoGo卡的回馈公告 目前是公告到明年的3月31号 一样是延长两个月的回馈公告 如果说你今天符合低效条件 一般通路可以想要1%而在指定通路只是可以想要3%的现金回馈 指定通路加码2%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200元 所以最后可以消费到1万块 它指定通路包含了PXPay Amazon Spotify Netflix等等的通路 接着如果说你在礼拜六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的话呢 最高则是可以想要6%的现金回馈 其中加码3%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200元 所以最后可以消费到6666块 它指定行动支付包含了LiPay、FarmyPay、Open钱包、台新Pay以及悠悠付 而在网购平台的部分则包含了Momo、PCHome以及虾皮 如果说今天不是礼拜六 但是你在以上的通路上面消费的话呢 一样也是可以想要3%的现金回馈 如果说你今天有缴费需求的话 这边会今天也可以利用FarmyPay或者台新Pay到超商缴费 一样也是可以想要有回馈的 而它的低效条件跟Flygo卡是一样的 你在当月必须累计消费达到5000块才可以想要回馈的加码 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达到低效条件的话 只是回馈统统会减少0.8% 所以一般通路会变成0.2% 而在指定通路则会变成2.2% 那在周六的指定通路则是会降成5.2%的现金回馈 这样信用卡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成是PXPay 或者是周六的专属信用卡 就算你今天没有符合低效条件的话 PXPay 2.2%或者是周六指定通路5.2% 其实也不能算是太差 如果说你在周六本身就有网购需求 或者是周六有需要用到行动支付 拿张信用卡出来也会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法 但是如果说你申办张信用卡单纯只是为了在周六拿到6%的话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符合机会成本 我会建议可以在观望看看 或许会有比较好一点的选择出现了 影片的最后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以及因为现在是刚好适逢12月底 那我之前有拍过一支影片 就是有关于联征中心的信用报告 那联征中心信用报告每年是可以免费申请一次的 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申办过联征中心的信用报告 我会建议你最好趁这个时间赶快去申办 那刚好现在的时间是到一年的年底 你现在申办的话其实资料算是会蛮齐全的 你在申办的时候要记得把信用分数的部分打工 你才可以看到你现在信用分数几分 虽然说信用分数它是一个参考 不代表是唯一的准则 但是你也可以参考看联征中心给出来的资料 看看你的信用分数在哪边被扣了分 我觉得对于未来不管现在申办信用卡 或者是数位账户上面都会是一个蛮大的帮助 以上就是这一集优惠节奏内容 如果说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别忘了就帮你喜欢或订阅我 记得开小铃铛才不会是我每次上线片 喜欢关注更多生活动态 欢迎发到我instagram或赞争粉专 也可以叫会员帮助我创作更多 精美优点影片确定我们下再见咯 拜扶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双口卡回购公告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因为老实说我看到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太惊讶的感觉 因为双口卡很常就只公告一记 所以每次公告都没有太大挑战 我觉得它可能是蓄事待发 然后再看银行的状况怎样 以及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再额外行增上去 甚至是看要调降或是调整等等 因为不得不说它不调就是不调 然后一调就会大风吹 就一次改超多 我觉得Richard他们也是在双事待发吧 就是在看最近的情况怎样 然后以及看其他信用卡退出的状况 他们哪一些消费啊 哪一些回馈比较好 那公司有没有办法承担这些东西 如果OK的话 然后再更改他们的回馈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所以它才会改成那种 一季公告一次 那如果真的确定了 我觉得一次公告 就是可能公告半年 一年这种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啦 就是没什么太大改变 那目前Richard Gorkha 我必须很老实说 在今年它调降之后 我都没有再使用过它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 很常去全年的人 那在行动直付的部分 我也都是利用BiBiKa居多 所以调降之后 我真的没有把它拿出来使用 就是很真心的老实话 虽然说我之前很爱说 Richard真的是耻声自哀 但是我真的很必须老实的说 我们人都蛮现实的 就是哪一个回馈比较高 哪一个数位账户比较好 我就会选择去用哪一个 因为毕竟花钱有回馈 还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 所以以前可能是你到年少不懂事 爱讲什么耻声自哀 爱讲爱是唯一 所以殊不知 就长大之后还是会变 就是你知道 爱这种东西 就是会改来改去的 所以以后我不会轻易再说 耻声自哀这个词了 不然到时候又被拿出来叮了 所以也是蛮糗的啊 但是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嘛 如果当时你觉得还不错 你就觉得哇这张信用卡 我真的是爱爆它 可是回馈还是会改的 就是冷冻会变嘛 回馈也会改 所以我以后就会说 我觉得这张卡很好 是我的主力卡 就这样 但我不会说 什么耻声自哀 什么什么 那我不会讲 因为以前 以前还没接触过那么多信用卡 还没有做那么多信用卡的公告的时候 会觉得 这张信用卡搞不好会维持很久 但是我们不知一下就结束 就会黄金时代一下就过了 但这就是一个小小闲聊 顺便再问一下大家说 你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呢 你们有没有玩交换礼物 那你们送出去的是什么 然后抽到礼物又是什么 前几天又去参加一个活动 那我就很幸运跟谢欣交换到礼物 那我是送ESOP的洗手乳跟保养品 我有忘记里面的内容物是什么了 那我收到谢欣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 巫石灯 就是手作巫石灯泡跟灯座 我觉得还不错 那昨天就跟我朋友 他们自己玩交换礼物 我送出去的是 选耀的护唇膏 因为他们就说要一千块上下 我就觉得选耀的护唇膏 就大家都可以用得到 然后拿出来又觉得 好像非凡的感觉 就自己买不起选耀的包包 但是用个护唇膏好像也是可以 你知道弥补一下那种感觉 然后我收到的是 我现在穿在脚上的一个 那个算是秀的拖鞋 我觉得很好看的 就是他有点类似 很像那种帝王会穿的拖鞋 我就觉得好棒哦 收到我觉得很开心 交换礼物就是这样 你会拿到那种 你平常会觉得很贵 甚至是你会觉得 他不是那种值这个价钱 但是在交换礼物的时候 你收到你会觉得还不错 或还蛮实用的那种感觉 所以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们觉得 哪一种圣诞节的交换礼物 你是最不想收到 或是最累 或者是你觉得哪一种是 很实用 你很喜欢的吧